而那么在上腾中学所开办的国中记忆教育学程 29号也举办了节训典礼及成果发表 包括了国风、华人、寿风 以及秀林国中总共138位的同学 完成了训练课程 而他们也以动静态的展演方式 来向大家展现精彩的学习成果 上腾中学开办国中记忆教育学程 29号举办节训典礼及成果发表 包括国风、华人、寿风与秀林国中 有138位同学完成了训练课程 校长温志雄亲自颁发节议证书 同时也由各校校长颁发成绩优异奖状和奖品 上腾中学校长温志雄表示 记忆教育学程培育出许多优秀的孩子 不论是在升学或者是创意展现上都有亮眼的表现 伴侣国中记忆教育成果展 主要的目的是让他们能够展现 平常所学的成果 那看到国中记忆班的孩子在这里 非常认真的学习 对各种记忆职的学成内容 非常的有兴趣 我自己看在眼里感动在心底 我也可以预期若干年后 这些孩子一定是成才成器的 在这些孩子当中 我也看到很多成功的案例 包括像化人国中有一个吴文家 他现在就就读国立高雄餐理大学 有一个国风国中的陈轩荣 他现在呢曾经得过全国际竞赛的优胜 被万能科大挖脚挖走了 那还有郭锦轩 他是今年全国繁星的榜首 现在就读国立台中科技大学 他们的成就都是可以期待的 不论是餐饮 时尚造型 汽车修护 每一位同学都认真学习 也透过动静态展演 呈现了他们的作品 而今年更是以南岛风情 时尚秀为主题 展现了各国民俗风的创意造型 同学们精彩的表现赢得满堂彩 也让大家肯定 国中记忆教育学成的用心和成效 上层中学也欢迎所有国中三年级学生 可以加入记忆教育学成 开启人生不一样的新体验 这里会接下来相报道